男子骨瘦如柴坐在地上上半身赤裸微微占斗一旁一户上前关心他的状况 你有家帮吗 没有 叶先生坐在地上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本身有市长没办法外出工作赚钱 受到皮包股他的哥哥照顾他 平常靠打零工月收一万多 疫情期间没工作做 没想到弟弟送一当天他也送一 老二老三同一天送一正当议员跟里长找叶家大哥时 发现他不见蹤影 没想到他人在房间晕了过去 四个小时内彰化和美 叶家三兄弟统统送一 大家都三比八 他不是外做的就找不到工作 本来做的工作就有的 有电视就有那打工的性质 你刚才也听到就说一国最多的免败 议员说叶家兄弟目前住的是旧式三合院 三兄弟身体状况都不佳 屋内环境也不好 三个人都未婚同住一起 只有老三有健保 老大老二连健保费都缴不出来 据了解三兄弟因为名校有房产不能申请低收 以前靠老二打零工赚微薄薪资 加上老三的补助过活 悲惨声势一出 马上有相关团体提供援助 议员强调会请社会处帮忙 持续追踪 TVBS新闻陈日中陈其军许又翔 张化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